2013年3月的一天,安徽省安庆市的黄女士早上6点便起床了,随后呢,像往常一样,她打开房门将自家的宠物小狗放了出去,让它自己出去溜弯去。 一个多小时之后,小狗屁颠屁颠地跑回了家,这嘴里啊,却叼着一块肘。 什么东西啊,快吐出来。 黄女士呢,担心小狗吃坏肚子,便拍了拍她的头,听话的狗狗呢,明白了主人的意思,随即放下了那块肉,自顾自地去玩了。 可是啊,等到黄女士仔细看了一眼那东西,这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。 这块肉啊,怎么这么像人的脚趾头呢? 黄女士吓了一跳啊,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,她赶紧叫来邻居帮忙辨人。 这一下,几个人百分百肯定了,宠物小狗叼回家的竟然是一截人的脚趾头。 真的是大白天的,也吓出人一身冷汗啊,黄女士赶紧报了警。 警方呢,很快到达现场,看到了依旧躺在地上的那一截断趾。 没错,这个呢,是人脚部的第二节脚趾,看上去很新鲜,似乎呢,刚刚断掉不久。 而且切口整齐,像是用很锋利的器物切割。 警方一开始呢,并没有马上认定这里出现了人命案。 首先啊,居住地点附近呢,有一些建筑工地,会不会是工人们施工时发生了意外呢? 或者,会不会是附近一家骨科医院在进行手术切割之后留下的废弃残肢呢? 于是啊,警方很快开始走访周边,并且呢,都得到了否定的答复。 尤其是医院的医生强调,即便是医院的废弃残肢,也不可能随意丢弃让狗叼走,都是有正规处理流程的。 一周时间过去了,医院、工地、工厂等单位均未有类似仪式断趾的情况出现。 因此呢,警方开始怀疑出现人命案件的可能了。 那么,谁会是这枚断趾的主人呢? 他是否遭遇了什么不测呢? 安庆这头呢,一件断趾迷案,困扰警方。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,一个16岁的女孩正在焦急地寻找自己失踪多日的父亲。 女孩呢,名叫薇薇。 她回忆说呀,2月27日,她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。 薇薇的父亲老代,43岁,在安庆开了一家麻将机销售店铺。 和老代熟悉的朋友都说呀,这个人性格好,爱帮助别人,人缘也很好。 一年之前呢,由于父母离异,薇薇呢,便跟着母亲生活。 那一天,父亲呢,和她见面是为了给她上补习班的学费。 因为和父亲呢,关系很好,薇薇保持着两三天就和父亲联系一次的频率。 可是啊,2月27日之后,她一遍又一遍拨打父亲的电话,却再也打不通了。 面对这样反常的现象,薇薇的心里很是焦急。 一个大活人,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失踪呢? 薇薇报案之后,警方在勘察老代的住所之后,也觉得奇怪。 因为这房间里整整齐齐,老太离开的时候,似乎什么也没带。 一起断止案,一起失踪案。 虽说呢,都是发生在2012年的3月初,但是因为是城内的不同区域,因此一开始啊,并没有任何的关联。 直到DNA的比对开始操作。 警方呢,在提取了薇薇的生物信息之后,将其录入了数据库。 而城市那一头,断止的DNA也提取成功了。 警方希望啊,从网上数据库中寻找失踪人员的比对数据。 正是这一巧合,让断止和薇薇的DNA信息比对成功。 结果显示,断止的所有人和薇薇有血缘遗传关系。 断止属于失踪人员老代,这个结果也隐约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。 至少说明啊,目前不知去向的老代身体受到了侵害,脚趾被人切了下来。 那么,老代到底是死是活呢? 老代是一个生意人,每天呢,接触人很多,因此他的社会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。 这给调查啊,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。 不过啊,要想找到老代失踪的线索,就必须呢,从他身边开始抽丝剥茧。 在调查老代名下送货用的一辆面包车时,警方发现了一个呢,放在车头的记事本。 老代的前妻也回忆说呀,老代有一个习惯,因为呢,担心自己忘记事情。 他总是喜欢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啊,记录在一个本子上。 果然,车头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,写满了字。 当警方翻到最后一页时,发现上面写了一个地名,一个时间,还有一个电话号码。 八月,早十点,一个尾号6077的电话。 八月,警方判断呢,可能是附近的安庆第八人民医院的简称,而这些信息是否就是破解老代失踪之谜的关键呢? 很快呀,这个尾号为6077的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就被调取了出来。 让警方意外的是,这个号码居然从头到尾只和老代联系过,时间呢,分别是2月25日,26日,27日三天。 而老代失踪之后,6077电话号码也随之停用,没有了任何记录。 这情况,似乎越来越奇怪了,又似乎越来越清晰了。 这个和老代约好早上十点,在安庆第八人民医院见面的6077号码主人到底是谁? 不过呀,6077号码的追踪却有了波折。 查询显示,这是一个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。 仅仅是查到了呢,售出这张电话卡的通讯门店。 门店老板在查阅了销售记录之后,倒是十分爽快地回答说, 自己啊,记得购买这张卡片的人。 那个人,年龄三十多岁,眼睛很小。 不过呢,老板倒不是对其外貌印象深刻, 而是因为这个男人两天之后,又来门店买了两张电话卡。 同样呢,是不需要登记机主信息的那种。 警方对另外售出的两个号码进行了查询, 结果和6077号码一样, 只用了一两天之后,便停止使用。 通过对这两个号码通话记录的追踪, 警方呢,找到了号码曾经联络过的两个座机号码。 这两个座机号码的主人,说出了同一个名字,高伟。 根据两人交代,高伟呢, 和他们两人是认识十几年的朋友。 我知道,你们找高伟什么事, 当初他叫我们一起干,我没同意。 其中一个男子忽然对警方说了这样一句话, 这显然呢,是话里有话啊。 看着高伟的照片, 警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啊, 他正是购买手机卡的小眼睛男人。 案子到了这一步, 似乎开始接近真相了。 高伟呢, 用6077号码联系老代, 他到底对老代做了什么? 抓获他归案之后, 警方第一句话就是询问高伟老代的去向。 戴师傅已经死了。 高伟说出这句话时, 房间里的气氛似乎有些凝固了, 警方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 微微苦苦寻找了48天的父亲, 早在和他见面之后的第二天已经遇害了。 并且被抛尸到了江里。 然而, 高伟却说老代和他宿昧平生, 无冤无仇, 但是确实是他杀害了老代。 那到底这案子的真相是什么呀? 面对高伟的供述, 另一个叫做成明的人浮出了水面。 原来呢, 高伟只是一个帮凶而已, 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正是成明。 成明42岁, 安庆当地做麻将机销售生意多年, 家底殷实。 那么这个人和老代有什么恩怨呢? 非要雇佣杀人不可。 案发之后, 成明呢, 也被抓回归案。 从他的讲述中, 我们听到了这起命案的真相。 原来呀, 老代多年以前啊, 曾经在成明的麻将机店里工作, 负责了送货和维修。 由于他呢, 诚实肯干, 客户积累的也很多, 大家啊, 也都十分的信任他。 然而几年之后, 老代呢, 为了能多赚钱, 给女儿一个更好的未来, 便决定辞职出来单干。 可以想象呀, 当年那些信任老代的客户, 很多都因为他自立门户, 而选择和他继续合作。 但这样一来, 成明的麻将机生意呢, 可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了。 对于老代抢走自己客户的事情, 成明啊, 一直是耿耿于怀。 时间久了, 怨气积累成了仇恨, 成明决定啊, 找人教训老代, 于是便找来了高伟。 在这之后, 高伟呢, 装作要请老代维修麻将机, 与他呢, 约好到了八院附近的一处房子室内。 而就在老代不注意的时候, 心狠手辣的高伟和躲在一旁的成明, 用锤子袭击了他, 使其很快毙命。 杀害老代之后, 两个人对尸体进行了分尸处理, 最后呢, 将其抛入了江水之中。 而那枚断纸呢, 正是在搬运尸体的途中, 无意间掉落, 又被宠物小狗叼毁了家。 在审讯过程中啊, 针对到底是谁用锤子打死了老代, 高伟和成明呢, 相互推卸, 都只是对方所为。 明眼人呢, 也都能看得出来, 这是他们呢, 想要逃过罪责的伎俩, 这所谓啊, 天网恢恢, 熟而不漏, 谁会想到, 案件的侦破竟然是从小狗叼回来的一节断纸开始。 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, 代师父在天有灵吧, 他的冤死也终究得到正义的伸张。 2015年8月, 陕西省延长县, 晚上8点多, 离家一个多月在外跑货车的王亮提前回了家中。 什么情况? 怎么门被翻锁了? 王亮推了推院子大门, 发觉门从里面插了锁, 明明还没到睡觉的时候, 李春华居然锁门了。 王亮的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, 那个女人早有不良记录, 绝对是在家里干丑事呢。 想到这里, 王亮怒火中烧, 口中骂骂咧咧的, 但是没有立刻发作。 他悄悄地翻墙进入, 果然呢, 看到屋子里不堪入目的一幕。 李春华和一个年纪小到可以当儿子的男人, 齿条条地抱在一起, 这绿帽子可是让他戴的是猝不及防。 院子里, 王亮抄起一根木棍就冲了过去, 就这样, 一个女人, 两个男人扭打在了一起。 没过多久, 年轻男人甩开了王亮, 冲出院子, 跑了。 王亮气不大意出来呀, 随即呢, 抓紧女人的头发又是一顿暴打。 冤孽呀, 真的是冤孽。 这恍惚间呢, 王亮似乎想起多年前自己遭遇的一幕。 只不过呀, 当年被人戳几两骨的是自己和李春华。 没错, 女人呢, 并不是他的老婆, 两个人呢, 只不过是情人同居的关系。 那这现在是个什么情况? 情人背着自己偷男人, 自己到底算不算戴了绿帽子呀? 为了出口气, 王亮呢, 逼着李春华打电话给刚才那个肩夫, 威胁他呢, 马上回来解决问题。 不回来的话呀, 就等着女人被他往死里打吧。 出人意料的是啊, 这年轻男人呢, 还真的折返回来了。 他舍不得李春华被打, 他要做一次英雄救美。 年轻男子小林只有三十岁, 比李春华呀, 整整小了二十岁。 可是啊, 他选择义无反顾的面对捉奸的尴尬局面。 最终呢, 王亮要求小林写下了一张十万块的欠条, 只要钱凑齐了, 便不再追究女人和他的奸行, 他可以呢, 带走这个女人。 好, 一言为定。 年轻的男人, 愿意用钱换来五十岁的李春华的爱情。 李春华没想到, 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小伙子是真的愿意为自己活出去了。 可是啊, 这小林呢, 并不是有钱人, 他也是一个苦命人。 由于从小家境贫寒, 小林呢, 没读过什么书, 打拼了好些年呢, 才开了一个小小的修车行。 如今, 要一下子拿出十万块, 这怎么可能呢? 思来想去, 李春华呀, 决定将隐藏十年的秘密, 告诉小林, 因为他知道, 只有这个秘密, 才是王亮的死穴。 这个秘密, 足以令王亮心生恐惧, 而小林呢, 则可以以此为条件, 拿回箭条。 第二天, 李春华偷偷来到他的铺子, 说出了秘密, 原本为了筹钱焦头烂额的小林, 惊讶地目瞪口呆, 那个将他捉奸在床的男人, 并非女人的丈夫, 而是情人, 十年前, 捉奸这一幕, 也差一点上演, 不过李春华, 却先人一步, 做了了结。 小林自幼丧母, 虽说呢, 已经结婚生死, 却依旧缺乏被人关爱的感觉, 在微信聊天中, 遇到李春华之后, 几个月的相处, 让他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, 有母亲的依恋, 也有情人的心动, 他付出了真感情, 想要和女子长相死守, 于是呢, 拿着李春华透露给他的秘密, 小林反客为主, 威胁王亮, 而事情啊, 出乎意料的顺利, 王亮呢, 果然因为那个秘密, 吓得是不敢动弹, 乖乖交出了欠条, 随后一女两男约定, 从此以后互不干涉, 李春华跟小林走, 王亮不做追究, 虽说捉奸的事情有了了结, 可是王亮呢, 其实一直心有不甘, 心中愤愤不平, 好狠毒的女人啊, 明明是他下的手, 如今呢, 却来威胁自己, 几个月之后, 在一场老乡的酒局上, 喝得微醺醺的几个人, 相互吹着牛, 王亮啊, 得意洋洋的说起自己干过的大事, 嘿, 好几年前, 我曾经和情人一起杀了他老公, 谁知啊, 这说者无心, 听者有意, 几天之后, 严长县公安局便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, 针对这样一桩有些模糊的命案举报, 警方啊, 还是非常慎重, 不过暗访调查是必不可少, 举报信息提到的是外号叫红娃的男人, 经过查访, 王亮进入了警方的视野, 他呢, 就是红娃, 在严长县郊口镇一个小村子里, 确实呢, 有过这么一桩蹊跷的失踪案, 一户人家男主人刘某去了太原煤矿打工,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, 一次也没有回家探亲过, 而就连孩子上大学呢, 他也没有出现, 这很不寻常, 相信呢, 大家已经猜到了, 没错, 这刘某正是李春华的丈夫, 而更奇怪的是, 丈夫无端失踪多年, 妻子呢, 居然不报警, 也不寻找, 而至于红娃王亮和李春华的关系, 这村子里啊, 几乎是无人不知的, 在刘某失踪之后, 两个人呢, 早已经公开同居住在了一起, 摸牌情况和举报基本相符, 警方啊, 随即展开行动, 第一时间, 同时将王亮和李春华抓捕归案, 面对警方的审讯, 两人呢, 没有多做抵抗, 相继承认了杀人的事实, 那么, 接下来, 我将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版本的杀人内幕呢? 也许啊, 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离谱, 这事情要从年轻时候的李春华说起了, 李春华18岁的时候, 变成了十里八乡文明的美人, 他身材高挑, 浓眉大眼, 两条大辫子甩在身后, 迷倒了不少年轻的小伙子, 或许呢, 是样貌出众给了李春华优越感, 他的性子也慢慢变得肆无忌惮起来, 二十多岁时, 由于呢, 和几个男人关系暧昧不清, 李春华的名声啊, 是越来越不好, 甚至呢, 他还和一个被村民公认为流氓的男人, 同居过一阵, 然而刘某当年第一眼看到美丽的李春华便动了心, 虽说亲戚朋友啊, 劝过他, 慎重的考虑一下, 但刘某呢, 依旧不管不顾娶了李春华做老婆, 刘某真的可以不在乎李春华疯狂的过去吗? 这答案呢, 是否定的, 婚后, 刘某对妻子的不信任表现的越来越明显, 李春华呢, 不能和村里男人单独说话, 只要被刘某发现, 必定是一顿暴打, 而由于刘某常年在外打工, 为了杜绝妻子洪姓出墙, 他除了家暴, 还想出不少的招数折磨妻子, 一次, 外出回家的刘某发现妻子在家看小说, 这种谈情说爱的东西, 有什么好看的? 莫非你又要东想西想? 刘某气不打一出来, 随即撕毁了小说, 接着呀, 他找出一本厚厚的《毛主席语录》扔给了妻子, 并要求他呀, 干完家务之后就被送, 他要检查, 多年来家暴的妻院, 早已让李春华恨透了丈夫, 其实啊, 刘某的担心呀, 也并非是空穴来风, 李春华呢, 确实暗中有了情夫, 这个人就是同村的王良, 这些年呢, 李春华提过三次离婚, 都被丈夫拒绝, 或许啊, 也是顾念三个年幼的孩子,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的凑合着过, 但是呢, 这时不时的呀, 他内心深处总是会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, 如果丈夫死了, 自己是不是可以过得轻松一些? 于是, 在几年时间里, 李春华和秦夫曾经啊, 打算用水银毒死丈夫刘某, 而由于呢, 水银不容于其他物体, 倒是下毒无从入手而失败, 后来啊, 他还企图找人在工地干活时杀了丈夫, 也由于啊, 一些其他原因未能如愿, 而刘某呢, 以为拳头可以让妻子服从于他, 殊不知啊, 这些都是假象,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, 早已经谋划了多次的杀夫行为, 终于啊, 毛主席语录事件, 再一次引爆了李春华心中的恶魔记忆, 当天晚上, 他将毒鼠墙放到煮好的稀饭里, 让丈夫吃下, 这一回计划成功了, 刘某在床上疼得打滚, 没多久就弃绝身亡了, 望着床上那具冰冷的尸体, 李春华出奇的平静, 随后他找来王亮, 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 要么你帮我处理尸体, 我们依旧做一对鸳鸯情人, 要么我就去告发你, 让你妻离子散, 王亮没有选择的余地, 当然, 或许当时他的内心深处, 对这个美丽的女人是有感情的, 如果刘某不在了, 自己可以长久地占有李春华, 这也是自己希望的, 于是呢, 两人将死者的尸体, 埋到了一处荒山的山坳里, 女人呢, 也开始若有若无地给村民透露, 丈夫去了太原煤矿打工, 两年后, 王亮和妻子离了婚, 他和李春华的关系早已经不是秘密, 村里呢, 是人尽皆知, 于是啊, 王亮带着李春华在县城里租了房子, 长久同居在了一起, 如果我们两人一直不出问题, 这事儿不可能暴露, 急不归暗的王亮说出了这么一句话, 王亮说这话的时候, 笑得有些苦涩, 此时恶果四个字, 如今是对他最佳的形容, 千算万算, 王亮或许都不会想到, 多年之后, 自己呢, 还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红杏出墙, 而进了监狱, 而讽刺的是啊, 这一回依旧是因为奸情, 而且对方呢, 还是个小他二十岁的小伙子, 这可真是天道有轮回呀, 这一桩隐藏了十多年的命案, 终究啊, 还是因为一起争风吃醋的姐弟恋被揭了开, 如今呢, 对于严长县警方来说, 重中之重便是找到死者刘某的尸体, 只有找到尸体, 才能真正将嫌疑人的罪名做事, 然而呢, 当嫌疑人带着警察来到当年的埋尸地时, 大家都傻眼了, 十多年的时间, 当年的荒山早已被种植了树木, 到底哪里才是埋尸之地呀, 李春华自己也分不清了, 怎么办, 唯有迎难而上呀, 警方决定开启挖山巡谷的行动,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, 几台挖掘机轮番的挖山, 最多的时候呢, 有十三辆翻斗车运送挖掘的泥土, 而在不惜的努力之下, 一个七十二米长, 六十二米宽, 三十五米深的山体直接被挖空了, 然而即便是这样, 警方依旧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, 一个月的时间, 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花费了不少, 却一无所获, 太难了, 压力巨大, 无奈之下, 警方只能暂停挖掘, 怎么办呢, 找不到尸体, 案子没办法定性, 就意味着两个犯罪嫌疑人杀人罪名不成立, 全局上下都被一股压抑的情绪环绕着, 而全县的老百姓们也围观了这场寻尸的行动, 该怎么收场, 十多天后,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 却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, 一个放羊人在警方挖过的深坑处, 发现了几块骨头, 最终啊, 在那处位置又有多块人骨被陆续挖出, 而经过法医的DNA数据比对, 白骨的主人身份确认, 失踪多年的流氓, 李春华杀福案, 终于尘埃落定, 可是呢, 对于案件中牵扯进来的所有人, 其所作所为, 却令人唏嘘不已, 他们呢, 没有一个人, 是最后的赢家, 全都输得一塌糊涂, 而这个女人, 多年来几次三番的情感出轨, 其演绎的一出出激情的闹剧, 堪比水浒小说中经典的情节, 所以, 是时候, 让一切罪恶付出代价了。 我一切的情节, 我一切都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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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切都说中经典的情节,